左手邊的媒體 左手邊的媒體看一下 因為今天有非常多的攝像機 攝影機跟照相機 手機 我們通通都要看到 每一台都看到 是的 太美 太仙氣了 視線慢慢轉到中央 接下來再看右手邊 真是太美好了 視線我們再統一 從左邊來一次好嗎 因為今天來的媒體朋友們 跟粉絲跟玩家朋友們 非常非常的熱烈 慢慢的看到正中央 接下來 右手邊 太美好了 太美好了 我們再看一下正中央 正中央集中了許多的媒體朋友 還有後排啊 後排後排 看台區 看台區 女神就是女神 你看她的眼神 每一個在台下的朋友 都仿佛被她從攝影機裡面 看穿了心底 哎呀 真是的 來來來來 最後的三秒鐘 兩秒鐘 左邊 左邊還是右邊 右邊 對 來 看一下喔 太熱烈了 掌聲鼓勵 對 哇 歡迎歡迎 麥克風 有請 我不是故意要停下來了 但是因為我眼睛真的快瞎了 需不需要墨鏡呢 沒有關係 常放閃嗎 我不常 那你不常嘛 是 你比較常 沒關係啊 反正我本來就是OK啦 對不對 好 我們先歡迎 代言人楊晨霖 全能TEMPO 這次代言了 遺落大陸的這個手機遊戲 我想請問一下 那你這麼忙 平常是有時間可以玩手遊的人嗎 太有了 真的假的 但我坦白說 我真的 就是手遊的處女秀 會獻給遺落大陸 不僅僅是代言 是 是玩遊戲這一塊 真的假的 我從來沒有玩過手遊 你真的是把我驚呆了 對 所以 但我還是可以很有自信的說 我未來會有 很有時間在遺落大陸上面 因為 其實我們的工作 常常要換燈光啊 是 換妝法啊 其實我有很多等待的時間 我比較怕的是 到時候補妝補完了 我的屁股還沒辦法坐起來 哎呀 就是說哎呀 我已經晚上贏了 對 阿爸陳寗拍戲了 我們再拍兩個鏡頭 陳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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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學到這種音量 我覺得會這樣 因為當天其實我們在拍攝的時候 還沒有正式的上線 但我已經看到裡面所有擬針的畫面 跟所有讓我覺得 完全你會想要享受在網路的情境裡面的所有的秘境 然後跟那種神秘感 跟那種 我覺得其實不僅僅是男生 很多人認為玩手遊是男人的權利 完全的去克制化你自己想要的 其實做自己很重要 可是有時候我們想要放飛自己 你想要忘記自己的時候 我覺得網路的世界是最棒的 而且其實你可以趁機的去幻想自己成為什麼樣的人物 什麼樣的身材 那你想要成為 現實生活中有想要成為幻想中的什麼人物嗎 像我捏臉的話 我反而是把自己捏成男人的狀態 對 因為我覺得在一個戰場上要殺敵的時候 就一定要有一種很man很剛的感覺 然後我上次在捏的時候 我就是隨著心情捏 然後不知不覺我就捏出了一個大落腮糊 然後是長髮 有點像Tom Cruise在末代武士的那個樣子 那種非常粗獷的感覺 他跟你本人完全不一樣 但是你有那樣子的精神存在 因為我的內心世界住著一個男人 所以我就覺得 真的嗎 我不信你叫他出來我們聊一聊 叫他出來 可是真的就是 你會自己想要在這個網路的世界 成為你想成為的人 一定有很多很man的男人 他想要變成很可愛的女生 也是心中有一個小女生嘛 對不對 好 那麼我就要先講一講 因為你既然已經講到沙迪 然後狐渣長髮的這個形象 是不是每個人對於戰士 心中都有一個戰士 都有一個戰鬥魂 那你的戰鬥魂 你的戰士 對你來說 戰士必須大概要有哪一些形象跟條件 烙山湖跟長髮 我們剛剛已經聽過了 對 你覺得還有什麼樣的條件 其實坦白說我覺得這一次客戶給我塑造的希莉亞女神 也是很符合我內心想要的條件 就是她很知性 但是她又很堅毅 我覺得最厲害的就是 你不需要表現得你好像很強壯 可是你卻可以殺敵 然後可以闖關 然後讓自己就是成為一個很優雅的戰士 強大的心靈力量 對不對 那是比外在還重要的 對 當然我自己內心是希望 當然我其實也可以用不同的帳號 我就有不同的身份 或者是我其實可以每一次都換一個臉來捏 所以我覺得真的她就是完成了我們很多人心裡 自己小小的夢想就是你有想成為的哪一種戰士 然後希莉亞女神我本身現在真人也已經完成這個夢想了 但是其實坦白說 導演啊把我拍的真的很漂亮 雖然我知道我本人也是很美 可是我大部分是人家看到我本人會說 天啊你本人也太美了 但這支廣告我沒有這個自信 我覺得這支廣告是我認為就是我拍過的廣告 以來真的是最女神犯的樣子 嗯 而且真的是很難演耶 真的嗎 而且你有沒有發現剛才其實都是在台灣 對啊 很漂亮 我覺得很難演很難拍 難演的部分是 我內心真的沒有女神這個東西 那我一到現場導演就說 很簡單 你就是女神的樣子 我說不簡單啊 我說我沒有這個樣子 但他就是希望我可以有一種那種 永遠眼睛對焦都不知道他在對哪裡 的一種 對 飄渺感 空靈 對空靈感 然後裡面包含 其實我在配這個廣告的配音的時候 是 遇到很大的困難 為什麼 我一開始配就像正常廣告配音 是 然後客戶就打槍說 這個宅男沒有感覺 他直接 他知道你的靈魂是宅男耶 對 然後我就 好 那你告訴我宅男想要聽什麼 所以我這支廣告配音也是我有史以來拍過這麼多的廣告裡面 是 最難配的 其實因為音響的關係 大家聽可能不會那麼清楚 我覺得大家到時候網路上都有廣告 或是你們看到電視就會聽到我講話就是 我知道 你們在期待什麼 就類似這種 你知道嗎 這個是付費專線嗎 我跟你講 其實 那一天真的就是這樣子 可是 其實我必須說 就是 不帶其他的想法 其實你的聲音其實是療癒人的 那尤其是在手遊裡面 尤其是在代言的時候 在廣告裡面 他必須要真正的感動到人家 對 所以你對於自己的那個聲音還能接受嗎 有沒有抗拒 我其實一開始有一點抗拒 就覺得 怎麼錄起來怪怪的 但是錄完以後 就覺得真的非常符合這個所有畫面跟那些秘境 其實 我覺得除了聲音的表現很難以外 我們當天大家都是 在一個接近沒有睡覺的狀況之下 就要拍很多的外景 像陽明山啊 金針花海啊 還有去到瀑布啊 忘憂森林 去到很多 還有甚至是和歡山 我覺得 團隊們很辛苦 因為我看到他們在搬那些機器 然後大家就是流著汗 然後有時候 就是吹著大風 其實我覺得他們很辛苦 那我需要克服的就是 在疲憊的狀態下 還是要很有那種女神的樣子 所以各位你看 人家還想說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戰士 不用心中了 我們的身邊都是戰士 給參與此次工作的朋友們 還有代言人掌聲鼓勵一下 也謝謝你的分享